欢迎大家来到秋海棠民国频道 阿富汗政府军向塔利班投降的消息 意外引起了距离喀布尔5000公里外 台海两岸的热烈比较 今天的阿富汗沦陷 是否等同于1949年南京失守 和1975年的西贡献落 今天我们的影片并非要做判断 而是回顾历史及数据 简单的讨论一下 南京、西贡和克布尔三个地方三个时代的命运 在军队战力和国外援助两方面的不同之处 而在Patreon会员版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 三个时代的相同之处 是否跟网络流传的一样 小编在此先邀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订阅、按赞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四十年代末 中华民国勘乱战争 以三大战役国军惨败而定局 但是直到撤出中国大陆最后一刻 陆军参与了所有的战役 炮轰海边阵地的是中华民国海军 而战场的空中资源是中华民国空军 美国军队虽然有驻守在大陆的北方城市 但是除了美军陆战队在河北与山东 与中共爆发过小规模的短暂冲突 就没有其他角色了 所以说国军独立承担整个勘乱战争 却是事实 虽然在共军横渡长江以后 步伐一省长官率部投降的例子 但不少国军仍然奋战到底 甚至取得青素平古龄头的胜利 而越南共和国方面 在越战前段时间也是独自面对 在南越强人总统吴廷燕 1965年被政变军人杀死后 直到1973年 美国各军种才连同韩国、泰国等六国 强力介入越战战场 在1973年狄克森总统推行越战越南化政策以后 南越陆军面对中共及苏联援助的北越越共联合大军 虎苦支撑了两年才战败 这段期间南越陆军在美国轰军轰炸机的支援下 远征柬埔寨及辽国 并且在1972年的复活节攻势中 在陆地战场成功击退北越400辆战车组成的南清大军 驻越美军将领杭特事后表示 超过60%的北越战车由南越陆军击毁 这些战役也证明美国的B-52轰炸机不但扫除北越敌后的补给点 也是南越陆军士气的支援 只是这样最佳搭档没有长久维持 1973年美军撤出了轰炸支援 北越才放心将所有军队压上前线 终于在1975年南北越在弗农省激战半个月后 南越兵败如山倒 而相比之下 阿富汗军队获得了美国整整20年的培养 不但精心训练与装备了30万部队 而且负责这些军队的薪水 基本上等于在帮阿富汗赞助一支军队 但是阿富汗军人实质率低落 大部分无法掌握武器和战法 而且缺乏战斗意志 于是大部分美国经费 只能交到军事承包商帮忙负责维持 所以在美国决定撤兵后 几乎等于推倒了阿富汗军队依赖的核心 这些士兵不战而降 很可能也是无奈的选择 历史上一直以为中华民国 在战后取得了相当多的美元 但事实是美国援助中华民国 源起于1948年签订的中美经济协助协定 根据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的 《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中宣称 战后美国援华总金额为20亿美元 折合2021年的币值达226亿美元 但总结1948年的援华法案 以及当年上海银行周报引述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 委员年加干透露 美元当年只有3亿3000万 其中相当一部分购置粮食 或是工业复兴贷款 甚至有其中100万是支付美国银行的行政费用 而这些援助更与政府的军事行动部沾边 国军的主要军事援助是350万美元的剩余物资 美国军售我国的子弹1300万发 还有一亿多的军事款 以及150艘的美国船舰 在越战时期 美军军援越南大约等于现在的280亿 另外在撤军时移交了战车和飞弹 但是在1974年结束对南越军事援助后 同时间爆发了世界石油危机 结果捉襟舰走的军事预算 光燃料费就消耗了不少 经济援助的部分 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 是今天的6750亿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 也是相当的天文数字 而在阿富汗重建上面 光是在军事力量重建就花了820亿 而美国政府2018年财政年度中对外援助 阿富汗独享将近60亿美元 我们可以将阿富汗大小人口相近的美国德州做比较 德州一年的政府预算增加大约是80亿 可见美国政府花在阿富汗的援助也是一折千金 甚至美国人可以开玩笑说阿富汗可以算成是美国第51个州了 以上的部分仅仅是问题的表层 如同当年美国社会问 为什么失去了中国 今后美国上下也会再问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失去了阿富汗 在这个问题上面下功夫研究 随着时间以及更多的证据和数据解密 相信我们将来会有更全面的结论 而不是管充亏报 如果izes终了随着你感觉 如何读重令